其实我刚才听小梅姐姐讲说 这个节目不得了 因为我们不但是有很多 非常棒的音乐优等生 还有世界各地的小朋友都会来 没错 全国各地 世界各地 对 你会发现 其实现在有很多外国的小朋友会来 我们中国的小朋友也会走出国门 其实跟世界接触的机会很多 比如说电视机前 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在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走出国门 遇到外国的朋友 你想跟别人介绍中国 比如说你会介绍中国之最 接下来这首歌不得了 就是所有的中国之最 都在这个歌里边 浓缩了 对对对 浓缩的都是精华 我们接下来就有请 这个陈胜夫小朋友 带来这首中国之最 掌声有请陈胜夫小朋友 最高的山峰是珠穆朗马峰 浓编的火炬 曾经传递到山顶 曾经传递到山顶 最高的高原 是青藏高原 天路上走来 那美丽的高原河 最长的河流 是长长的长江 告诉出平湖 一道神奇的风景 最长的长江 是万里长城 月亮之上长鹅 在遥望着中国龙 中国之最 上一场孤寂 中国之最 输一输不起 最美的色彩 是中国的东方 最美的梦想 是千年的飞天梦 最大地盆地 是塔利木盆地 塔利木河上 倒映着忽阳的前移 最大地草原 是美国草原 马奈旧里飘出 南悠扬的胡青蛇 最大地岛屿 是宝岛台湾 日台上挂着那故乡的月儿民 最大的广场 是天南门广场 它就处理在我 那最爱的北京城 中国之最 中国之最 唱一场孤寂 中国之最 输也输不起 最美的地方 是中国人的心里 最美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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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世界的和平 中国之最 唱一唱一句 中国之最 输也输不起 最美的地方 是中国人的心里 最美的心愿 最美的心愿 是世界的和平 最美的心愿 是世界的和平 最美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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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赛哥很酷啊 这个 我知道你在 优等生的比赛当中呢 选的是坐上高铁去北京 对吗 唱的是这首歌 那么今天呢 给我们大家 在同学会里面 唱的是中国之最 刚才我在旁边 听你唱这首歌 我就想 你为什么都会选 徐子薇的歌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它呀 嗯 是的 因为我的梦想 就是当一个像 徐子薇老师这样的 这个全能的音乐人嘛 然后这次来优等生 又很幸运的 进入了徐子薇老师的 新星班 所以说在同学会上 我又挑选了一首 徐子薇老师的歌 哦 那么就把 音乐优等生 把今天我们的同学会 作为 你未来音乐道路的 一个起点 加油 好的 祝你梦想成真 加油啊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好